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我听过很多模仿的 那他最主要是音质很接近 90% 这么高的相似度啊 90% 所以他在台湾 尤其在台湾香港 因为台湾香港的这个歌迷 是对邓小姐很熟悉的 那在那边他只要 因为在音乐剧中间有点歌的那个 那个一碰到点歌的那个 那观众都疯狂了 今年7月由巨星龙投资 与鱼人制造共同打造的十亿个掌声 邓丽君在线3D巡围演唱会 将从上海启航 而小邓丽君王静 也将作为此次演唱会的嘉宾之一 进行演出 与复活的邓丽君 同台跨时空对唱 这一次演唱会 然后其中的桥段 我觉得有很多亮点的东西 比如说隔空对唱 与邓小姐对外现场 同台隔空对唱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 可以让观众 视觉上和听觉 都有一个全然 特别就是说吸引的地方吧 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人 至今为止影响力未曾减弱 邓丽君的模仿者 也是一直有增无减 别看着人数一直蹭蹭地长 但是要想模仿邓丽君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觉得就是邓丽君的歌曲好听 春色简单 其实特别难唱 就像其中的咬字 转音 我觉得转音是最重要的 因为邓小姐小的时候学个戏曲 黄梅戏 那么我小的时候也学过戏曲 所以这个就是转音这一方面 我觉得处理的应该会好一些 听歌的人都知道 歌曲最感人的地方在于情感 所以在模仿的同时 只有简单的技巧 也是不行地 当然是有情怀的 因为之前我演过五年音乐剧 对 这部音乐剧呢 也到上海演出过 是爱上邓丽君 那么我在剧中呢 就饰演女主角邓丽君 要了解她才能去更好的去演艺 那么我觉得对她的歌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每一首歌都有她不同的感情融入 因为当时吧 我们是有一首歌叫 《再见我的爱人》 对 这首歌含义就蛮深的 因为有一次我看 邓小姐在演唱会上 她哭了 就唱这首歌 然后我就潜心 对 去研究 去揣摩 说为什么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会 就那么深入地把感情能带进去 再见了 我的爱人 我叫你们 不会忘记 也许 不要忘记 也许 我们还会有情愿的一天 当然要想了解一个人 感同身受也很重要 其实 我觉得邓小姐好多的歌呢 都是比较伤感的 对 那么就是特别 特别的用心去听的话 我觉得特别 就是容易能把自己给带入到那种 情境里 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走得出来 虽说90后对邓丽君的 印象并不深刻 但是在家里长辈的熏陶下 想不喜欢多难 这不90后的王静 就是在妈妈的影响下 才开始接触邓丽君的歌曲的 我小的时候学戏曲的 对 我是戏曲专业出身 那么 后来唱邓丽君小姐的歌呢 完全是受家庭影响 我妈妈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曲 妈妈觉得邓丽君的歌特别好听 如果想唱好其他的歌曲 先从邓丽君歌曲学起 神似邓丽君的模仿 使得王静被两岸三地的观众所熟知 成名后的王静也受到了许多歌迷的关注 但这对于王静来说 其实是动力 我觉得是动力吧 因为邓丽君的歌那么好听 我希望能够让90后 00后 包括更小的一些小孩子们 都喜欢上邓丽君的歌 因为真的是特别好听 就像三哥说过的 小孩子听邓丽君的歌不会学坏 学习会越来越好 对 提到王静 多数人脑海里想到的是邓丽君的形象 但这对于王静来说 会不会限制了个人以后的发展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的流行音乐 然后加上邓丽君 就是那种唱法 这种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点 如果有好的编曲 或者是新的歌曲的话 可以尝试用邓小姐的那种方法 她的那种养字 特别清晰的一句一句的 就那种去唱 我觉得这种也是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点 目前邓丽君3D在线巡轨演唱会 上海站已经开放数票 此次演唱会